欢迎您再度回到节目现场听海音说故事 台北市万华有这么一家专门做江浙点心的早餐店 老板半夜三点就得起床揉面做饼 从萝卜酥饼到炸花卷、豆沙大包应有尽有 其中油豆腐细粉更是店里的招牌 在汤里头的百叶节跟馄饨都是立体又扎实 而且全部都是手工制作的 老板说当年是为了养家活口 才把这个餐厅里才吃得到的江浙点心都做成早点 结果一卖就是40年 也成为了万华人的共同记忆 店门前一边是张老板卖力的揉面团 一边是年轻儿子张罗者细粉高汤 我们这个店从65年5月10号就在万大陆做 开始做到现在大概有40年了 应该是餐厅里才吃得到的江浙点心 在张老板手上全成了早点 许多上班族、老客人或运动玩的人 总会点碗热豆浆 再配上个炸得酥脆的螺丝卷 好吃就是外表成金黄色 吃起来脆脆的 里面的面粉是粉嫩粉嫩的 这样最好吃了 喜欢有口感的则会来个层层酥皮的萝卜丝饼 和甜度恰到好处的豆沙饼 否则就是来碗澎湃馅料的油豆腐气氛 汤里内容物各个都是立体扎实 做的品质看得到 而且比较好吃 它立润自己做也比较高 每个礼拜都会过来吃 吃它的油豆腐气氛 对啊 熬吃习惯啦 口味还适合我们吃 果菜市场跟鱼市场 刚好都搬来这边 人口流动率很高 我想说做吃的嘛 只要你有人潮就有生意做 说试试看这样子 哪里小的一上去就下不来了 四十年前张老板为了照顾 十二位兄弟姐妹以及一家五口 才会离开上海菜餐厅跑来问华 自己当老板开启当地第一家的江浙点心 面团它就是你挪得越有劲 它做起来的东西越好吃 花卷是有很多种 有北方的跟南方 我们这是属于南方的 它的名字 这种卷子它叫螺丝卷 因为它做起来 这样卷起来 有点像螺丝的形状 因为地点就在第一果菜市场旁 又有眷村加持 清晨五点半就营业 结果人潮创造了前潮 让它的江浙点心很快的就成为 当地人熟悉的早餐味 用手工做的 它的东西比较有弹性 吃起来比较好 比较好吃 你用机器 机器的力道是比较蛮力的 螺丝卷和银丝卷其实就像对亲兄妹 成分相同 但螺丝卷更具身形 对折的面团再细分成三长条 卷成团 经过蒸笼 水汽洗礼后 变得更加精致 但精致后还是少不了油分 因此还要下锅炸 它这个油温大概120到130 起锅的时候油温不够热 它这个油会被这个螺丝卷吸住 吃起来就是比较不好吃 会有点油油的 因应当地人口劳力居多 因此张老板的螺丝卷 可以说是小胖妹 体型较一般的大 而店里最招牌的就是这碗 热乎乎的油豆腐气粉汤 里面馅料有鲜肉馄饨 百叶结 油豆腐和蛋饺 很难得的是这每一个配件 都是家里女君们一个个 纯手工包出来的 鱼秀芳你每天要包多久 多少 500张 每天啊 毕业以后有啦 有出去做过 还是这边 对 现在就是在这边 因为爸爸给的心神比较高 不是 食用的这就是 但是为什么呢 怎么说 各取所需 秀芳和弟弟从小就在家帮忙 要包要炸要煮 统统难不倒他 但这一张黄豆做成的百叶 从一张像是白纸到泡碱水 洗清水再放盐水 可是让他学了好久 终于才做出Q弹口感 包进的猪肉馅也讲究 分寿比要3比7 至于馄饨馅 则以纯瘦肉为主 不许我只是自己炸的 所以拿不到油呢 哪一次50斤100斤这样炸 所以一整个早上 没办法 那个做汤头的油 一定要自己做它才会香 自己炸才有那个 才会有那个香气 油豆腐细粉汤 看上去像是清汤滑水 但豆皮 蛋皮 面皮内 却包裹着老师傅的巧思 上海人习惯的饮食法 有所谓吃点配干点 因此来碗热汤再来个 沾有葱姜蒜 辣油的生煎包 或是酥炸萝卜丝饼 就是一天丰盛的开始 萝卜丝饼就是萝卜 加火腿开洋葱 这差不多要15到20分 用烤的比较 它油会包裹在里面 跑不出来 你用炸的话 它油会跑出来 就比较不会那么油 酥炸萝卜丝饼和杜莎饼 都是店里人气点心 内线同样不假他人 全是张老板亲自操刀 光是一天就可以卖出 三到四百个 十几岁就会炸 十几岁就要在家帮忙 七岁就要在家帮忙 看到老师来还跑给老师追 因为不想让他看到这一块 小时候害羞的事情到了今日 却是万华人记忆中的味道 张老板尽管已经交棒给第三代 依旧舍不得退居幕后 每天不定出现在店前 继续那一份手作热情 本身我就是浙江人 所以说对这个家乡的口味 就特别感到亲切感 小时候学师傅他就是这样子 所以对 我一班去 nov家 有没有收到 红华人记忆中的